二方的一GG率先搬掉了白米 此前非常爱用的马尔扎哈 也是这个版本算是中单的一个常客了 有点主流了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已经上升到一个低的位置了 主要是马尔扎哈现在他对线能力是确实是很强 他线上心被动让他基本上对线就打谁都不亏 然后打团的时候嘛 他如果说在前排够肉的情况下 他能打出很高的孤出 但可能他是一个非常依赖前排的英雄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英雄 他一旦被对手出掉出进身边的话 其实他的技能本身自保能力是比较差的 其实他配的最好的答应应该就是九筒了 把这边炸闪了之后 不管炸回来是谁直接大到那个人之上就死了 对 就不管是那个人到底多肉 因为他这达的是一个百分之一伤害 一DG这边的话这场是能拿到吸血鬼了 而对面因为是搬掉了扇子妈的 所以如果他拿到吸血鬼的话 M这里的中单相对来说是比较难选 但是最近啊 在LCK联赛上我们看了一个现象 你放你吸血鬼 这边拿什么一点 拿宝石 就是拿塔里克 吸血鬼的大招是有一个延迟的伤害 塔里克的大招同理 我也是放完有一个延迟伤害 所以说现在塔里克在应对血鬼的方面非常优秀 我不知道今天RM会不会做这样的准备 因为以我们平时的理论来讲 在打线上 卡尔玛是肯定打血鬼有优势的 但他自己把卡尔玛搬了 这边是亮了 果然亮了是前面嘲讽的时候 让你选个懦手 然后这边还亮了一首蝎子 这位场掌的招牌 观众们很开心 想希望AJ能够选盖人 但可能性还比较小 是的 这个大概最后十秒的时候会换吧 对 鳄鱼 圣还是不错的 圣是一个最近很游行的选择 对 尤其是船长又被搬了吗 反正不要点踢某就行了 哎 别点错了 最近LCK已经是长寿到了被踢某支配的恐惧 哎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反手直接拿下两手非常强势的点 上单的圣已经打野能赛 看一定错什么应对了 现在两位觉得上单在没有了船长之后 谁在线上对线胜会有一些优势啊 我觉得相对选一个贴近版本的玩大尔吧 就打着就相对能够压一些 EDG是拿到了酒桶以及是轮子妈 这样的话EDG拿了一套不错的开团体系 而M这边的话从现在两个阵容来看 有可能会最后拿卡牌 这样的话会选出一个全球的流 哎 这样拿会不会拿老鼠宝石啊 因为老鼠宝石是一套最近 我看路人举报过在高中区比较好用的一个战术 再加上刚才也说到宝石是一个很克制吸血鬼的 对 感觉不错 他拿老鼠加宝石 而且再打卡牌的话 这个全球流就像是最终团战体系 整体都非常圆满 其实他拿老鼠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 和胜的配合 也会配胜嘛 是 看看M这边会选择什么 爱琪嘛 爱琪这种强开的话 相对来说 对面这种死保能力不差 就 轮子马有盾 然后吸血鬼的话又有W 其实这个不太好开 对面两个C位 对 爱琪的作用相对没有那么大吧 对 你这个爱琪开团基本上只能开中下双C 你开其他人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肉一点 不是那么容易杀掉 这个爱琪在这个阵容里选择自来好像不是那么好 而且对面的辅助也没有选定 也不知道这种爱琪就是相对 对上对面的辅助是谁 随时 随时加罗子马也是一个老牌的组合了 看一下Mako好像还在犹豫 我觉得牛是最好的吧 相对也是 最近到爱琪之后也蛮好打的 来 就特别是这个大刀如果先看到辅助的话 大字也能够解决一下 是的 如果选随时的话 其实在对线的危机上会比牛更大一些 因为毕竟随时的先手距离跟能力都要比牛都强一些 就是对线的能力也要比牛都要长 对 但打完确实牛头还是很优秀 对 然而上单的话 现在但是还在犹豫之中 看着帽子非常游戏的女刀的话 面对圣骑是在对线的时候来讲 不是特别游戏的 就圣骑是有一部分是比较 counter这个女刀的 对 圣的那个W的游戏的话 对于近战英雄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 女刀上来切他不太好切 这里看一下他会选择什么 好像游戏的半天还是想拿女刀的样子 还是锁了女刀 配合上AZ这个泰坦的强开 是强行翻盘 然后打回来LPL 卡特列纳 这阵容有点缺乏这个机动力啊 对 感觉有点被这个EDG给稍微放着走的意思 特别是对面有一个9桶可以打断阵型 这手瑞兹拿出来的话 相对来说9桶还是挺好开瑞兹这个英雄的 包括刀妹也是一个擅长上来运你瑞兹的点 因为瑞兹选择来不一定能打出一个很高的付出 选择瑞兹的话 其实前期M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圣和挖掘机的一个组合 其实如果在这张对到线的情况下 这两个组合可以发挥的一个优势太大了 所以是EDG这边 如果想要在前期就能够打得舒服一些 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去换线 那这个阵容对于吸血鬼的限制 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他们其实不太容易限制胖在这个阵容里的付出 对 我也觉得就是我同意教练的说法 因为这样的阵容 你既没有一个很不错的去控制吸血鬼的方式 第二你又没有一个不错的 去预防吸血鬼伤害的能力 如果你以为卡尔巴就是有群盾 包括你像之前说塔里克有个宝石 但这个阵容结果一旦找到比较好的输入 伤害打得足了 其实是很难预防的 就他们的承受伤害的能力 整体来讲其实不是那么强的 就其实你在得到一些东西之后 你其实也要失去一种 有得必有之嘛 一和熊掌不可兼得 M这个阵容就是前期我觉得节奏特别容易打开 下路双开就是双先手 到了六级之后 然后爱希加上八折 然后配合挖局去加顺 其实这个符合前期的一个压制其实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阵容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有前期有中期有后期都不弱 就相对可能在打 就像那个教练说的一样 打团的时候可能这个吸血鬼限制不了 我觉得相对问题也不是那么大 不过还有问题就是在前期如果真的对上线的话 代表他Mato最近状态不错 下路对线 他们可能要承担不小的对线压制 是的 我们看到两边教练在握手的时候 还打趣的互相开了个玩笑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本场的第一场对决 好的 比赛开始 EDG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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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EDG 队上IM 蓝色网上EDG 红色网上IM 刚才导播是第一条刷新的龙是火龙 今天现场观众特别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刚才后台有个主持人说他的朋友想来看比赛 结果买不到票了 连我们后台原来会准备一些赠票 这也被粉丝买光了 看一下 几时天赋 上面 目前带的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Mako这边带了个雷霆锤石 这样的话下路会 如果能够对上线的话 锤石的补杀能力是非常强的 是的 而且我之前也说了 EDG这个双人路的话就必须得换线 因为换线的话压制一下身的等级 前级不能让IM这个阵容 就围绕着肾去展开前级的压制力 三军出击 哦 色 怎么感觉厂长有点心意凉 我的猪仔们去哪了 好 那我们看到来自三大直播渠道的官方 给到的实时支持率上 EDG是36% 然后IM是64% 大家在跨比赛里头可以随时去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 这个支持率也会实时感变动的 对 而且我也希望之后大家在加油的时候 两次队伍都一起喊了得了 是的 今天你看我今天早晨说来说这场比赛 然后微博有个粉丝就说 说心疼我们EDG粉丝 又要喊EDG加油 又要喊IM加油 这两个都要喊 这样的话双方共同换线 情况下对上的线 对于刀妹来讲的话应该不是很舒服 好这边也是IM抓到了换线 这个前期的一个应对的话就做得还不错 对 包括其实线上巴德这样爱希打 希瑞尔加腾传蛮好打的 他们也是有主动的能力的 主动作战爱希子消耗能力比较强 就相对可能配合打野的话 的确一定这边要稍微强一点 但是对线稍微弱了一些 长长这个两机打完红之后 状态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 还没有开始吃药 看一下这边是选择打蓝buff 然后迅速干 可能还是选择慢慢刷 嗯 这边其实挖掘机应该是打完这个F4 就要找一些事情做了 看到巴德过来要骚扰一下吗 但垂时也包过来了 这稍微两边的辅助也是前期比较活跃 对这里是不敢乱做事的 否则垂时配合球筒 做红buff是很容易杀掉你 这边AJ打得很凶 上来已经开始好帽似时了 是 相对前几集的话的确 女刀对上圣有点难受 包括圣这边带的是一个 这个不灭之卧 对 消耗力要更强一些 已经想好了 他已经想好要抓对面对线了 对 不灭的话在打女刀对线是非常有用的 前几集女刀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圣这补刀已经超了好多 这波塔下的刀看一下 当位补的究竟如何 当位的塔下的还是蛮好补的 这个不用太担心 对 毕竟有Q性能的存在嘛 是 上路刚才两位提到 关于艾希对阵续维尔 其实艾希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游戏 就是艾希本身手 但勾到弱了 这要出手了 这边给虚弱 如果反打九总 过来了 一闪掉两个漂亮 而且 这个不一定能走 漂亮 场场直接拿下两个人头 这波就是经验上不够丰富 在对面上来假装要拼的情况下 场场这边来到上路的时候 对面是还是在回头反打 而没直接逃走逃走 对 至少场场跟一闪 你该判断到直接交闪线会好一点 我主要是眼围的一个分布吧 其实艾希这边稍微比较心机的是 插到一个 这个河道高地上面的一个眼睛 就没有看到场场直接从 河道上面大摇大摆的过来 对 而且 这一波 我觉得Mako的图里也很关键 Mako上的时间早了点 但是对面正好被他勾引到了 对 我觉得刚好吧 刚好吧 就随时这个上去是一套伤害 让对面觉得能杀也是不错 但我还是觉得刚才艾希的反应 稍微慢了一点点 刚才九总这个情况下 远距离已必须直接交闪线呢 是的 他不可能不翼闪 其实没有视野 那个草丛没有视野 就很难去躲到这个翼闪 也确实 蛮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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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尴尬果然是个言出必行的汉子啊 是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蛮尴尬刚才在那个自议房间里 跟跟AJ说 我这场不去上路 你放开打 果然没去上路 就抓下了 就抓这俩人了 看一下 现在 EDG是选择 把线直接双刃路摆到下路 然后去推这个下路的1塔 要压制一下慎 这个就是 不能让慎那么舒服的倒门 对 因为慎等级 如果前期很轻松的提起来 RM这个节奏 一旦带的太快的话 EDG前期也不是很舒服 是的 对 包括我们之前也说了 这个双刃线 但对上了之后 达也找到 佩可确实找到一波机会之后 然后再换回来 这个节奏就非常不错了 没错 看一下这波 一刀传送回到了上路 而下路这个的话 妹后这波感觉很危险 状态已经很差了 最后连死前勾了一下 还是换 能不能换掉这个 AJ的没有换掉这样子啊 罗斯最后挖回来一下 没有挖到 但场长又过来一个一层 撞死对面的挖掘机 这波交换上来看的话 场长是已经高达三个人头了 有点恐怖啊 是 但相对对于M来说 圣能够拿一个人头也还不错 尤其已经换线准备要压他了 然后这边辅助稍微过来保一下圣 还是要想保一下圣的一个发育和等级 也没有强劲地去压到太多的一个经验 而现在场长可以 又可以在对面加的野区刷一下野 看看这边这三郎 我捋到这边已经溜了 一个人刚刚视线很开心 哎 野区撞到了一下 但是场长也没有练战 下路啊 刚才西维尔推了一波线 直接选择先回家 买出这个康尔菲特战锤再上线 这一局西维尔也没有选择补萃取 选择直接把第一件这个小的城装做出来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转线的话 是让艾希有点难受 因为他现在对阵到旅刀旅刀是没有压力的 而且感觉一不小心还会被单杀的有这种威胁 所以打野一直会去保着这个艾希来打 相对这个就整个的一个节奏的话 前期可能EDG能掌握到这个主攻 就安慕很难去发挥他阵容一个优势 EDG这边的话西维尔菲中度发育也不错 瑞斯虽然也是回家已经买过装备了 但感觉西维尔菲这边这个补刀好像更胜一手 可以看到这边安慕为了保证艾希的发育 也是把整个队伍的这个兵力都是集中带来上路 MOS这里是选择了回家 是不是要换线换到下路呢 他已经在往下走了 而且这一条龙是火龙 如果谁先拿到的话 其实优势就比较明显 这波换线对于他来说 如果说MOS直接来下路 他们是直接拿这条火龙的话感觉机会不错 但如果说直指仅仅是换线过来吃兵的话 龙可能会让给对手 其实有可能这个EDG会打掉龙 RM这边的话可能是选择三个人直接推上 那这样的话 EDG一会是应该是可以推到下打进去或再拿捕 这个机会非常好 你看到对面加的蓝buff区域也是已经做满了视野 基本上你是现在去打龙 对面过来的路线都已经能被看到了 两个人推了塔之后可以直接回来打龙 还是要EDG这边稍微控一下 最后想把塔前让给LDR M这边的处理也比较分放 他选择的是继续推你的二塔 这样给你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EDG现在打龙的话 你这个二塔也不要 他其实先把这个兵线推进二塔吧 先把兵线推进二塔 先把兵线推进二塔 看有点回防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是预测 EDG可能会再打龙 所以去推下这个二塔 能够博烈很多一个血量 如果EDG再打龙的话 这个二塔能推掉 就如果发现对面不打龙 OK 我们现在随时退去撤 但如果你打了龙的话 我拿一个二塔 这也不算太亏 是的 所以可以看到 你这边算是会几个兵 但是也是回防了二塔 毕竟这个二塔 现在太早的丢也不大好 今天好像有个竞猜 是谁先拿峡谷先锋的 从目前的形式来看 两边还都没有动他的洞 就峡谷先锋 这个东西的话 对EDG来说 需求量更大一些 刀妹拿的有点用处 而剩来讲的话呢 还好 但是你如果剩拿了 刀妹也打了 就更加打不过了 刀妹拿了嘛 就缩小一点差距 就是说 剩其实拿不达 关系不大 但是刀妹一定是想要下下下落前锋的 是的 因为他如果不打的话 很难打得过剩 所以招目前来看 这个下落前锋 应该是反复虚空的 这边是有一键射了过来 但Mouse这里 动作很快 已经先逃走了 尤其是刚才下落的兵线 在塔推掉之前 稍微控一下 就是说兵线还是有一个回推的 这盘出装上有点不一样 你看DAV的这场 虽然没有买萃取 而是直接做的装备 而爱琪这边是买了萃取的 感觉DAV的这场 好像怎么说呢 是不是有点 有点对自己发育稍微控制不特别好 因为实际上这个阵容前期 真的不太容易打架 少了那萃取的钱 还是有点浪费的 我觉得也是1b1这个阵容 比较缺输出吧 像装备早点前行 主要 但我感觉15分钟之前 不太容易交战的起来 这萃取还是比较赚的 他这个确实不满 还是有点稍微差了一点 就刚好可能钱 就够一个1100的锤子 Oles这边过来 已经开始动作一条火龙了 对面应该是不太好阻止的 上面有三个人过来的距离比较远 很难过来 是的 就去过来稍微掩护一下 M前期这个应对还不错 自己能够拿到这条火龙 M虽然前期丢了三个头 但是在大局上的处理的话并不差 对 瑞兹回来配合一下 把这条火龙打掉 上路甚至再过去防守二台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前期处理上的话 M在战术上执行的是非常不错的 下一条又是火龙 二连火龙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是的 这样的话让这场比赛的节奏 然后无形之中又会加快很多 是 真眼被发现了 这个位置的眼 经常会有人在这种扫松擦眼 两个边路都会有 所以没事过来看一看是个好事 所以细节做的还不错 没错 只不过女刀自己插的这个真眼 好像没什么用 就对面插真眼一般来说挺有用的 自己在这插眼 跟二打那么近好像意义不大 这个地方擦眼的话 就主要还是防止对面在那边插一个假眼 然后做一个绕后的一个GD眼位 尤其是一会儿可能要把双二路换到下路去做推线的时候 万一对方这个时候踢到后排的话 还是很不舒服的 毕竟对方是一个双传送 就怕对面就心机的一手 直接在里面插了两个眼 一个真眼一个假眼 所以还是插个真眼保险一些吧 当然也是 好 现在也就75块嘛 轮子妈这边也是买出了大剑了 最近看到6.13版本改动之后 因为眼有经验了嘛 对 所以很多心机的玩家出门先带个扫描 好 扫你一到两个眼 如果能扫到 补一点经验 补一点经验 上线第一波兵 可不得能绝到二 然后就抢二 对 先扫一下 排两个眼 回家再换这个眼时的视频 诶 这边三过来的同时 应该是不是有些发现 他是假眼加经验 还是连蓝色的那个都加经验 都加 所有都加 那蓝的那个就相当于降低了蓝色眼的出场率 因为那个东西你送经验有点不划算 那个是必送经验的 看到就打 如果的话两个人很和谐 很和谐 对 都和着铭线 谁也不打算打谁 就大家巴育一下 是的 因为打起来也没有意义 而且如果非常稳健 你先出水银席 这是打瑞兹最稳健的初衷 就你出防御装 其实不如出水银席 水银席跑得快 瑞兹追上来甩一套技能 一个打堆定完之后追不上你 因为瑞兹他的一个 连续刷界的一个控制 时间太长了 对 等于像他出一个水银席的话 自己也能够自己先放 果然熟练 这里看一下 过来还要再打一下这边的石头人 然后这边的话 在刷野上面来讲 其实做的是不错的 但是感觉场掌应该是抢了他不少怪了 AJ这边操作也挺好的 一技能是躲掉垂石的钩子 对 刚才场掌身上的这个 呃 洞察是突发了 但是没排到那个眼 后来是Mepo补了个扫描排掉了 上路还是要逼一波这个阿尔塔 现在三个人 阿尔塔的血量还有一半以上 对 但是 M这边两个是壮汉啊 一个剩一个挖掘机 这两个人在守塔是蛮厉害的 连巴尔德都来了 在补刀上的话 艾西西呢一直在被放一个单人补刀 看一下下路其实是藏着一个陷阱的 如果艾西西剑射过来配合这边的传送 瑞兹传送下路的话 刀妹这里上去去 会很容易死 对 这前面是放了三个加盈 这波防守的不错 就是让艾西西在下路 能够把这波冰铁给扣下来 你看到下面已经有地图拼信号了 这里可能会对刀妹动手 注意 这里已经有信号在这里拼了 如果说艾西西剑射中瑞兹传送身后的话 刀妹是很容易死的 帽子这里有点冒进啊 看一下他别太走太前 再小心一点 这个冰铁还是不敢吃 对 那个冰铁肯定不能上去吃 你吃的话已经肯定配合 战后传送的人动手 对 很危险 刀妹在往回走 这边眼不着也没有看到他 八局机想抢一下对面加的红buff 但是现在这边的防守是非常不错 但最右打的真的是同样的风格 就是稳 我觉得在于一些战术的布置 包括转线的这些运用的话 都是做的都可以 是 就也没有特别失误的一方 觉得在对上线的话 这个战火的确会交集的比较厉害 是的 主要还是因为厂长一上来 帮双人鹿抓出了一波双杀 是 这样的话EDG在前期的转线 是有一个主动权的 那主动转到下面之后 IM应对也非常优秀 IM为了防止你在前期过早的拿下火龙 直接选择把兵线推进二塔 逼你的二塔 那EDG在被迫回防情况下 IM是成功拿到这条火龙 所以说两边前期应该是平分秋色的 是 目前来看的话 EDG经济稍微领先一点点 但是IM这边手里有一条火龙 差不多 这一波的话 EDG又是集结四人之力 直接是想要强行把下路的兵线推进去 这一波推进去 看二塔有没有机会要一下 这个二塔不太好守啊 光一盖起上来他会不会瞬间被秒 就算巴德来了之后也不太好守 但现在的一个兵线和伤害的话是有点不足 推的没有那么快 而场场是配合中单去拿的蓝 那这里场场没有直接过来 这样的话是给了对面防守一下二塔的一眼机会 看他会不会来 这个勾到的巴德 但还挺高 但是对面挑的虚弱 是给了大招 看一下这一波巴德还差一点点 远的刀背上来了 硬子又直接挺有此 卡一下这里 刀背也是被打成的残局 看最后一下的情况下 好 被对面的却给收掉 以及让回头再翻打 再次击杀场场 待不得再疯狂输出 有红buff 只不过这里的话他已经没有蓝了 现在看一下 艾姆应该是要回头后撤了 对面吸血鬼已经准备进藏 瑞兹回后来先打矿将军 正面的话是 AJ已经被对面的Def给A死 对 这波双方现在打成一个二划二 金角在第一波开打的时候 输出位置非常优秀 是 输出很高 打了场场非常多的血线下去 但不得不说 现在这个艾姆的一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圣和挖击击见两个点的一个优势体现出来了 刚才这里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是吸血鬼过来的位置相对来说 比瑞兹过来位置好点 瑞兹是从身后过来帮忙的 但吸血鬼是过来直接可以威胁到盾手的后排的 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回头来先解决一下胖将军 但这两个人其实对起来的话 其实过来之后 战场已经打完了 对 就刚才那里如果不是说吸血鬼和瑞兹同时赶到的话 其实感觉M他们追击的时候 三打二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 但是因为吸血鬼过来位置实在太尴尬 让他们这边只能卖掉AJ 你看到上波Dev的一个叔叔打得非常高啊 包括刚刚MOS进场之后 虽然说杀掉了一个 但是自己也扛不住 现在的装备也没有成型 他Q进去的位置实在太危险了 虽然说Q死了对面巴德 但是那个位置过于被对面激活 对 如果能走掉的话是比较赚的 他装备出的也是没有先出小木锤嘛 所以是他没血量一下就死 对 其实两边这一波处理的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一波还是一个EDG的率先发弹 是Miko先勾到了ROAD才开起来的 这波交换了之后呢 唯一比较伤心的就是 场场三个人头的一个大人头 现在是被对面拿到的 而且这个人头是被艾西拿到的 这样第二条火龙 Ian率先再次来到龙峰附近 这一波NOS是有TP的 这波看打龙的速度 这波是有一个危险的 就是吸血鬼现在做出了腰带 这波打团非常的强 看着他们好像是要去撒招体队开戴 啊 SYF在这里反应非常的快 闪现已经躲掉了对面 而这里吸血鬼是有腰带的 这里千万不要练战 很危险这波团 AG好像是撞强了 直接被吸血鬼伤 一波AOE 几个干干净 准备来到三杀 有四杀了 哇 直接来到四杀 这个真的是 挑了一个吸血鬼装备 刚好曾行的一个阶段 打了一波不合适的团队 哇这波胖的伤害打的也太过分了 这波胖将军过来开启 没有起跑跑过来 闪现腰带加长 对闪现腰带大招加血池 一气合成 关键是RODE虽然开了个隧道 但是胖将军跟着这个隧道一起过去 这个让我想起当初 那个把我给开的这个死亡隧道 也是一个隧道 然后把所有人都下了一下 疯狂AOE 这边大了五个人 然后钻过来之后 这里这胖的伤害真的是太过分了 是的 而且他是血池形态钻在这个隧道 出隧道导致RODE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它Q在墙上 是 出来扭了一下之后 本身血量有点低 但是因为自己大招 这个星红瘟疫打到太多人了 导致这个回血回得非常可观 那大家看到是胖的妹妹来现场了吗 啊 本次跟胖长得有一点点相似 就往往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在某些方面比较像他 上一波伤害的话 胖是打了3738 对 这波团主要就是胖的伤害太高了 而且他 就星球克这个英雄 在他有了腰带的那个时间点 你尽量稍微搓一搓 再跟他打会好一点 因为刚做出腰带的时候 星球克特别厉害 对 就感觉刚刚这一波 其实相对上面的三个人 没有 就没有任何的细分 就全是场长跟这个胖 两个人就解决了 是 他那个大招其实炸得不错 把五个人都炸在一起了 对 这一波关键还是在于 IOM有点过于高估计 比较的战斗力了 事实上他们完全可以 利用这个阵容的优点 就是圣和挖地区 两个英雄带线强的一个特点 可以进行一些分带的牵扯 而不是说直接就过来找你打团 就要以多打少 是 当你选到圣的时候 如果说想着直接跟队面开团 除非是你真的有多大的优势 否则还是老老实实地 进行一个全球流的带线 然后再找机会牵扯会好一点 对 虽然现在IOM的整体 所以人头是落后蛮多的 经济却没有差多少 还是有一件之力的 如果这条火龙的揪掉 加上被对面拿到四个人头 现在吸血鬼 这四个头的吸血鬼 越看越恐怖啊 对 吸血鬼有点挡不住了 18分钟已经是两件大件 再加一个水银鞋了 已经是很可怕了 而且我感觉现在IOM 是一个比较缺输出的一个阶段 其实要对这个吸血鬼 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 还是非常困难的 包括EDG有一个吸血鬼的存在 就整个团队是非常灵活的 好在瑞兹这边的发育速度还是不错的 外面也是已经买出了两件套 虽然鞋子没有升级 但是装备没有 基本上没怎么落下 古刀比较好 这个时候在上一波打完 EDG稍微缓了一下节奏 把兵线鼓励一下 那现在对于IOM的局势来讲 两位觉得在拥有剩这样 包括了一个赛这样全球流阵 IOM是应该把比赛再往后拖一下呢 我觉得IOM现在应该摆出一个防守的架势 在现在你看到西游戏装备的话 打团是更加难打了 应该是怎么说呢 就是挖掘机在家里布一下隧道 然后稍微去合适两个人一起在边路带一下线 尽量把这个线带深一点 等待EDG自己露出破绽 我觉得他们自己找一下机会会好一些吧 因为现在就是要把野区的视野先控下来 在对方没有视野的时候 用IC的大招 然后配合圣和挖掘机的先手 现在更容易找到机会 找机会的前提我觉得是要这样的 就是在小龙快发心前大概一分半的时候 利用大招找一下机会 如果能射到人逼出对面召唤是技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在小龙争夺上就会比较有优势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视野上的一个问题 如果要让EDG去露失误的话 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还是很难露失误的 就九筒和这个锤石在野区也很难抓到 所以这边要提早一个爆团 利用暗示的大招去拍牵手 EDG这边打团还是比较依赖于九筒和锤石两个人的闪现 没有闪现他们就比较弱一点 场场这边又是抢在对面一个红buff 今天抢也是抢的比较顺利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锤石和九筒两个人进去 的确很难被抓到机会 雌雄大闹 两个人你偷完点灯了回来 勾到了这一波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在普遍全球各大联赛上 随时的上场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 Mako还敢于义无反顾的每一局都把随时拿出来 就是因为他的随时在这种中期的找机会能力上太强了 当时Mako在刚刚出道的时候 就与一手非常非常令人惊艳的锤石 是震惊了很多观众 又是拆掉上楼二塔 经地上已经领先5千了 现在M看一下 现在小龙还有一分半刷新 现在是他们需要少机会的一个键 至少要打到对面的闪现 否则下点小龙又打不过 对面两个人有闪现 九筒还有刀 其实对面五个人都有闪现的情况下 这个团是很难打的 他们要先利用暗期的大招 靠掉对面的闪现之后再想办法去打团 这波看看能不能逮到机会吧 但是从形式上来看 他们应该是要选择晃掉这条小龙了 毕竟现在AD还在上路的话 那么基本上没什么机会 能够逼掉对面技能 白蜜现在发育还是可以的 不过他的吃天使 好像依然没有升级出来 在下一步反正中 有没有吃天使对瑞兹来说 也是非常关键的 对 这一局的话 白蜜感觉是这个大天使 出的时间点稍微的晚 有点晚有点晚 看一下 20分钟还没有叠出来的话 有点慢 对 对 就不知道接下来这一分钟 能不能赶紧叠好 否则对面避开这条轮 不过 对RM来讲还不错 就是下一条是个蜂龙 所以说 也没有像之前两条火龙那样的被他们贴 但还是要打死 你尝尝按传统的话 说你不拿后面不刷吗 啊 这一波回家 看看能补出什么样的装备 哎 这个位置看一看 已经是往胜这里走了 啊 就是没什么想法 中间的话 爱希也不可能说 去受这个吸血鬼 那这样应该是一个平稳大动的阶段 一滴地址开动的话 如果安不过来守的话 恐怕这就是一波直接 决定比赛的走势 对 如果这波蜂龙RM强效 整万一被现在如此强势一击打过团队 可能丢的不止是小龙 大龙可能都要掉 对 所以他们选择放 对 这是明确的 先不过来守是必输的 这边九统有闪戏的情况下 随时便没开进两个月 对 再加上 又是一条蜂龙 啊 连续两条蜂龙 这边EPG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水晶鞋 买的也是很多 很忌惮对手的控制 买的已经 终上也都是水晶鞋 是 哦 之天使出来了 对 而现在唯一有优势的情况下 就是 M在塔下防守的球 控制比较多 还是有机会的 哎又是勾到了 那一套招 又是一个大招 没有大到自己人 就已经死了 两下感觉跟上一盘 是一个回放一样 有一个E闪 大回两克 这边E回两克 其中AOE位置非常不错 我先达瑞瑞瑞瑞瑞瑞瑞开 这个时间是 但依然被A死了 轮子八家 金属鬼的双人输出 最后 用灯笼救回突前的金属鬼 这样本身是一个二塔塔车的防守 因为被EDG连抓三人 所以说连去开到了两个人被杀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路了 这样的话感觉这场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现在正面团战的话有点难以抵抗 对 双C太匪 双C太匪 而且AOE伤害太高 感觉IM这里的话 其实他们的阵容上输出不太够了 对 就我们其实也说了 这个吸血鬼的话 的确他们这种有点难限制到 是 根本完全没有限制 我们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过他对于吸血鬼有任何的做法 就吸血鬼就站在里面 属于是打电脑一样的 完全没有人能够管到他 所以也是之前那一波团战的话 造成一个后果吧 因为吸血鬼的装品也越来越好 对 就相当有之后我们开始也讨论过 F这个阵容就 如果想要在前期打出优势的话 就正常对线的情况下 然后让圣和YG去带节奏 那这把显然就 一一这边做的一个硬队还不错 有了个减速吗 这里的话 虎头退了一下 但是依然被一键射中了 看一下这里要控制时间非常的短 这个水银鞋加上装备被动 这个控制时间 那个大招感觉超过0.5秒而已 对 只有0.5秒 其实刚刚这个艾希射的一个距离 还是蛮远的 对 但是那个大招真的是 就看他晕了一下马上就可以动了 就感觉 起码那个剑以平时的距离 大概是晕个2秒左右 对 至少得晕个1秒吧 结果刚才这个感觉 稍微一瞬间就可以动了 一瞬间没有了 包括身边的一个 就敌方单位也比较多嘛 对 这个 艾瑞莉亚的被动也是非常完美的 配合到了水银鞋 让这个控制时间变得非常非常长 刚才身边人还挺多的嘛 所以被动韧性也蛮高的 这个蓝是给到西威尔的 没有给中单血鬼啊 现在西血鬼已经做出了中亚了 那基本上属于是毁灭对手的 最后一根稻草 有了中亚的话 下一波团也不太可能死 这把就垂尸的一个作用 就非常明显了 对 不管是在野心的一些入侵 然后还有在团战的先手上面 都做得不错 咱们的辅助这边走位上 略有点不小心 总是会在莫名其妙的位置 被你手勾动 对 再加上这一局一上来 场长很顺 哎 抓到了小胖了 小胖这波 但好像伤害不够杀太阳 是的 我觉得这三个人有点打不过 对 这里面有中亚的 你这波真的不好打 三个人看着一个半血的吸血鬼跑了 403的吸血鬼啊 五刀也多 身上最高 哎 感觉肉的啊 这回非常小心 对 终于谨慎了 是的 已经尝到骨头了嘛 这把的确肉的被开得有点太坦了 对 对 这一招被勾 十年怕进草丛啊 对 爱希有一个应急长空 还好有一个应急长空 不然刚才感觉又要有人进来遭殃了 是的 哎 换了个位置 二二三四再来一次 管肉的人好虚啊 这回换了个赛的搜寻猎物 对 这个好像就步步紧逼的样子 对 步步前进 现在的问题是 盛在下路 虽然在带线带好像带的有点慢 这里 不能给对手太大的威胁 如果他是一个带线比较快 稍微出一点 稍微有点伤害的话 或许对面对于兵线上就有点尴尬了 对 那带的很慢 总算是带到了二塔 但他A塔又慢 是的 这个蛮尴尬的 现在DG是放掉了这波大龙的遵守 那直接是Maus先去下路防守 Maus这个身上是有 马上有TP的 所以说问题也不到 再把龙区的视野排一下 啊 整个 RM目前在龙区的视野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只有红buff上面一个眼 这个EDG这边也是打得比较稳 也没有冒人去开龙 这种也没有给到 M很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也是对于对手的一个尊重 也觉得M的确 就是整体的实力非常强 不敢去冒这种险 对 主要是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支队友是EDG 对 就你很少看到EDG去做这种 有风险的事情 对 就EDG对于游戏在中期 尤其是自己有优势的情况下 他们的游戏风格是 竭尽所能的 不给你把局势搬回来的机会 也正是这种风格 让他们在现在的联赛中 成为了一支非常可怕的队伍 我还记得德威的采访的时候 基本上每一支队伍都说说 我们别的队伍都好说 我们就不想破EDG 就很难找到EDG的机会 没有破绽 对 现在装备上的话 还是比较有差距的 感觉上文字妈的突出 已经是完全碾压艾西了 对 艾西这里又出了隐魔刀 这样的话 他的伤害会有点下降 没错 这次出的也是最近西尾尔非常流行的 这个双无尽加上一个攻速 高 差一点 双无尽 啊 就这个夺翠之联加无尽吧 对对 现在我们不是都比较习惯管 这个叫双无尽 双暴击大劲 对 可以吧 象征性的摸了一下楼 要埋伏这里 但对面挖掘机有地听的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已经听到了 是的 那这边其实小龙也刷新 我觉得EBG可以稍微的奉献出一点 直接把这下降了 稳一点再打转了 没什么问题 反正这个阵容的话 EBG后期也相对来说是更加好打一点 他们越打到后期 IM这个阵容越缺输出 他们输出上的话 过于依赖两个比较容易被开的点了 这两个点其实九总都很容易很容易开的 包括刀妹如果进场的时候 上来直接硬冲进去突他们的话也很容易 好 这个时候有个视野看到了 场掌和胖去打小龙 所以说IM赶紧抓紧就会过来排过龙区视野 排掉了一个针眼 是的 麻将又补了一个 很伤 下一条就是远古巨龙了 这场比赛的小龙龙数打的稍微有点慢 所以说只产生了四条小龙 就要来到远古巨龙的刷云时间了 其实也还不错的 我见过最少好像是就两条龙 对 就只拿了两条龙 然后就刷远古巨龙了 最少来到不应该是推的太快了 对面龙都打不起打 就已经把对面推掉了 有可能是前期就两边都不想去拿掉龙 对 就上次看有个比赛是第一条刷风龙 两边又没换线 20分钟在打 25分钟左右 有一个队伍很不全然的过去把这个风龙打了 是的 打的最快我就见过就是五条 也只能五条 对最多是五条嘛 极限就是五条 在五条龙的buff之后 出的那个远古巨龙 你给对面拿到就无敌了 是的 目前其实在小龙上这场比赛对于烈士的RME方还算比较友好的 毕竟EDG在优势的情况下连拿了两条都是风龙 这个版本的一个位置我们就很快也就看不到了 哎这法术机关枪最后的狂欢 是 后面就是法术小钢炮 反正也是一样甩技能甩的很猛 就是大法师 对 传送的大法师 那个传送技能挺好用 嗨队有余体 哎 走后这一波 其实我那天看到那个传送技能 我脑龙大开想到有没有可能玩个瑞兹卡丽斯塔之类的 就把瑞兹再传送两个人一起飞过去 对飞过去 然后再把瑞兹收回来开团这种 就瑞兹打辅助 然后被卡丽斯塔 先开大招把自己跟AD传过去 然后AD把瑞兹吸回来再撞上 我在想的是他那个传送啊 会不会打断正代师法的 比方说我家里要原地开个大 这边瑞兹传送过去 我那天也来说这个问题 家里要过去的时候会不会大被打的 比如说Nunu独大 对吧 他会打断队友 我的引导技能是一个奇怪 应该会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 如果不打断其实还挺好配合的 应该不会 中路的话水晶再次被破 这一波的话下路的两个单人线还在单待 所以说没有爆发任何的冲突 M也是抱着一种暂时先把水晶放给你的心态 对 瑞兹这个传送感觉配合就可能那种以前那种伐坛这种会更加回归一点 因为他这样增加了一个大家一起突进的能力 是的 就如果说整个阵容都比较肉的情况下 然后一起突进去跟对手正面打混战 对面应该是不太好打 啊 我也藏在了野区的侧翼 这个地方有一个睁眼 这波可能想上了 我对自己就绕后了 注意这里的位置 但是开真的开得赢吗 好像有点难啊 还是不敢上 就 就给人的感觉是 你上去如果开到对面 你的输出打不死对面的人 反而会对面杀光的那种感觉 关键是现在EDG的双C位一个有雪池一个有护盾 毋庸置疑的是两个人双招肯定也是好的 你这个时候怎么开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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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是想大厂长 但是后面的在不在躺墙 在场上也跑掉了 这波竟然没有死人 刚才艾希如果大的厂长 厂长是要交到了 但是 大厂少了一点点 对 早了零点几秒吧 所以当时咱们看 LCK不是有个阵容 也有个阵容 巴德加艾希 我们给大家这个太绝对了 对 太难做配合了 因为你很难精确到说 大招 巴德的大招时间一截住 我的剑正好命中他 这个太难记住了 这个要算提前量很难 对 要算提前量非常难 但不是说算不出 就是很难 就其实有算 有算的比较好的就是EVER嘛 对 就是他们就玩这套嘛 就是巴德加上艾希 他们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开一个大招之后 艾希一剑过去 然后还能够秒空 然后对面闪见都看不出来 对 这个是蛮厉害的 就需要尝试现在的配合 这个要玩什么坦克大战那种人 比较厉害的 我还想怎么说 被勾了一下 下不去啊 打断了这个E技能 在闪见上来 Miko觉得是没勾的 四个人走隧道过来 肉的这个隧道开的 稍微的有点差吧 保台在追上来 有这个Q 但是没有E技能 留不住对面看一下 场场这一波 选择了不追了 是的 感觉这个隧道的话 感觉是给EDG开 是的 是 EDG每次看到隧道 毫不犹豫的就上 是 反正有老司机在开路 滴学生卡 你还别说 这个RODE的ID洗的就挺好 路 路 开的就是路 那上路的防高级塔也是毫无全天的被推掉 一滴机 现在五人带着龙buff 直接把上路水晶也拔掉 选择了后撤回一波加 下路 结果下路也是有一大波兵线 快进塔的 刚好回家的机器也不错 这样 现在再回去的话 剩下一路的 IF 其实已经站在其他边上了 对 他们现在就感觉 也没什么伤害 也限制不了对面伤害 对面这两个C 他们拿他们没有办法 两个C到现在一次也没有死过 对 包括我觉得这个IC的一个输入空间也不是很好的 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对面的吸血鬼和九统两个点对他威胁太大了 还有一个刀妹 而刀妹这边出装的话 就感觉这个三向加幽梦 一个Q他就大半去没了 他现在跑得很快 闪现加速冲上来一个Q 直接刀妹真的是 切IC太快了 主要是还有一个希尔尔的大招 让这个刀妹的发挥空间会更好一些 而九统又建制了瑞兹 瑞兹是站的靠前有可能被炸回去 站的太后面吧 也有可能被他炸走 是 这样EDG下路带着兵线上来 这一波吸血鬼直接开大 不打算给你耗了 想强行开把这个塔拔掉 其实这是上来减塔的 开大下过去的 对 哎呀这样不开 应该就很难有机会了 撒路兵线 对 光杆提B了 啊EDG真是稳啊 这样选择回去再打个远古龙才来推 那你也没办法 根本出不了家门嘛 就一点机会也不给 对这真是一点机会也不给 刚才如果强行去一波 可能靠着双子塔 还有那么一丝希望 虽然不大 但起码有一丝希望 对 但EDG这个意思就是 我一点点机会有机会给你 我直接把远古龙拿到 EDG上空太高视野 但是也只能无奈的看到 这条远古龙落入了EDG的囊中 这个等于是教自己的学历 好好看好好识 对 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 是的 M今天感觉应该已经学到了不少 我觉得M还是自己阵容拿的有一点点不好 就伤害点上还是低了一点 就如果说你拿到剩的话 其实打野这边虽然配合挖地G不是不行 但是如果后面再拿瑞兹和爱琴的话 这个阵容整体真的是灵活太不灵活了 是的 而且咱们在选择中说的问题一语成真 这个阵容对吸血鬼感觉就完全没有限制 就IM他只选择这个阵容的意图 他有一些打法的话 EDG是没有让他有机会打得出来 是的 就一些轮换的转现 然后包括持久的一个换塔发育 是让圣没有办法去夸会他的优势 没错 所以这也是你面对到一个强的队伍的时候 对方的应对之后 你要想好怎么样去应对他 可能IM这边的想法就是 想个下一步走这一步 EDG是想着下三步走这一步 是 而且个人能力上啊 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 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差距吧 还是点小差距的 不过我们看到IM 至少在补刀上的话 他做的是非常的好 几个队伍 在所有人在补刀上 都没有出现任何的差距 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 因为是一个劣势级的情况下 你看他补刀都补得非常的多 这样三路被迫 带着五龙buff 白米直接被EQ一下 取来眼看就要下半 开大招回身顶了一条小胖 小胖往后拉去 吸引鬼上来乱放进 瑞兹打6一下也没什么用 是的 上路几下已经被艾尔莉亚 带过来 吉他掉一个 结果皮就要开了 展开的话 巴格大招大了一下 这种人群当中钻了出来 但是这里真的没什么伤害啊 宇宙在打炮 炮这里是被虚弱了一下 通过交出血池 回头继续疯狂输出 所有人都已经被A子弹了 稍微切过来切一下 但是现在两个人 比较肉的人是神功逃脱了 春哥站前的 挖几几十分这时候解决 抗战来对手的拳水前方 戴不得这里已经三杀了 勾出来要自杀吗 砍价这里 人头有没有 AJ 成功逃脱了 四杀 他还没死到 我们恭喜EDT 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